大家做一个150和160的红像评测 为什么要做这个视频呢 因为很多朋友家里没有三项店 两项店里面产量和性价比最高的两款 也就是他俩 这两款机器大小还是配置各方面都差不多 到底该如何选呢 今天给大家做一期实验 大家一看就明白 都是给咱粉丝即将发走的机器 下面先对两台机器进行研磨 这都是今天早上加做的橙油 放到现在 现在已经是下午三点了 机器没有任何漏油的情况 研磨完之后 咱们用同样的料来试一下这两款机器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两款机器的实际加工效果 和这个出料的速度 到底怎么样 差别到底大不大 好一起来看 下面呢 大家看一下220伏电压 开机 大家看一下 两台机器呢都已经研磨好了 颗粒出来的成型效果非常的不错 而且完全达到一致的效果 没有任何的粉料产生 下面呢开始测试 我们测试的方法是两台机器加工那小盆颗粒料 最快加工完说明那台机器的产量更高 好下面我们开始测试 这个是160160已经加工完了 用时势25秒 下面用150开始加工 这边加工完 这是150型四兆科技机加工的速度是50秒 所以两台机器 你觉得哪台机器产量更高呢 这边的机器产量更高呢 这个约真渠时我们开始测试 什么原因是什么事 这么多转位的出现 我们的转发 接到真正的方法 准备我们下转了 他们开始测试 governor下转发 给我 我们下转走 轻转发 两台机器都加工完了 大家对这样的颗粒饲料非常感兴趣的话 不妨在下方留言 我会一一的给大家回复